畫圖,所以視覺畫的部分 像現在大家很重視的就是如何把資料圖像畫 你看圖跟看數據,當然直接看圖最簡單 馬上一目了然 可是如果說我要把蘇牛分析表變成蘇牛分析圖的話 上禮拜也講過,也是簡單講一下 一定要彩排一下,然後才開始錄製 第一個,蘇牛分析表的分析 我的版本在這邊 裡面就會看到一個蘇牛分析圖 我們用圓形圖 這邊找到圓形圖,先按確定就好 不過圓形圖有幾個地方需要修正的 加入之後我跟各位講,上禮拜也講過 位置跟大小先不管 因為我們可以用修改參數的方式加進去就好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不用錄製的?我講過 因為錄製你們可以錄一錄看 光移動位置還有調整大小 它錄製下來的程式太多了 而且錄下來程式可以用就算了 將來你再跑一次它位置就變了 我覺得不能用 所以最好的方式自己加參數 四個參數還記得吧 一個是Lets跟Time 水平跟垂直位置 一個是寬,一個是高 補上去就好了 甚至那幾行程式都可以複製貼過來 基本上很多都一模一樣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個圓形圖有幾個地方可能要改 哪個地方呢? 就是需要把它按右鍵 新增資料標籤 但是舊版的話沒有圖書文字 你可能要用這個資料標籤 這個我好像之前講過 然後你們自己再看一下 那理論上我用圖書文字比較簡單 然後呢 當然最後我希望把那個中山區 這個部分炸開 但是炸開 當然你說這個聚集錄製能不能錄到 可以 只是說你可能要注意一點 如果你要炸開中山區的話 記得 怎麼做比較簡單 先確定是不是全選 如果沒有全選到的話 那你可能要先點一下 點第一下是選全部 點第二下才是選中 比如中山區點一下 那你仔細看一下它的端點 有沒有 剛剛是全選 所以全部有圈圈 有沒有那個圈圈存在 那如果你現在狀態應該是只有選到哪裡 只有選到中山區 有沒有發現 其他的圈圈都不見了 只有中山區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按住不要放往外推 它就可以炸開了 它就可以炸開了 這個是一個小技巧 我Ctrl自己一下 Ctrl自己 所以如果你要把中山區炸開的話 記得是1點全部 全部選 2選個別的 3往外拉 這樣保證正確 所以這個炸開 如果你假設沒有抓到藥領 我看你 我最早會沒有抓到藥領 奇怪 怎麼有時候可以 有時候不行 後來我猜 原來 它一定要有步驟的 你不能很急 你不能說 我現在直接就要把它 直接炸開 不行 你一定要先 先選全部 它一次不可能直接讓你選到 你要那一區 一定是先點 是點到全部 第二步 第二步才是點到你個別的 第三步才能往外推 OK 這樣就完成了 最後把那個標題改一下 可能叫做個區比例圖 這樣OK 最後當然把圖例給刪掉 圖例的話是這個 你就點這個圖例 只要優標放在上面 按Delice就可以了 這樣就完成個區比例圖的錄製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正式來錄製 所以錄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一 開發人員錄製劇集 那名稱的話也許 樞紐圖好了 底線區 所以仿照剛剛的方式 給一個名稱 那如果你想要用別的方 別的名稱也可以啦 只是說你盡量 如果你自己知道怎麼改 OK 假設你還不會太熟悉 我建議你跟我先一樣 不然的話到時候你改了 以後你到時候要呼叫 又找不到 所以樞紐 圖 樞紐 然後底線 區好了 OK 好 給名稱 接下來按確定就開始了 先把它複製一下 因為我怕N區 第一步好像N區 因為優標應該先放在這邊才對 剛剛我沒有放 沒關係啦 反正按確定之後 第一步其實 最好是優標已經放在 處理分析表裡面其中的處理 那如果沒有怎麼辦 沒關係 你點一下 頂多是說它多一行 叫做Range 什麼 B8.slate 那你把那一行刪掉比較好 所以以後啦 錄字夾NG 小問題 你自己會刪 那就不用重來 不然的話 每次要重來很麻煩 OK 第二步的話呢 樞紐分析表分析的樞紐分析圖 然後把它找到這個圓形圖 按確定 好 那位置大小先不管 我們等一下自己再去加 按右鍵 然後先新增圖書文字 OK 好有了 然後再來把中山區炸開 中山區喔 像這個的話呢 就不需要 我們剛剛123 那現在因為已經有12 所以你接下來就是2就可以了 2的話就選中山 因為現在已經整個選了嘛 所以2 就是選中山區 然後再往外推 好 這樣有一塊 然後再來的話呢 把上面的名稱 合計有沒有 點一下 改成叫什麼 各區比例圖 那現在比較小 因為大小 我們等一下可以調整 然後再來的話 點一下這個框框 把這個字的話 改成紅色 然後出體 大小改成20好了 先跟之前一樣 然後最後呢 點一下這個圖例 圖例點一下 Delete 資料 這樣就OK了 好 OK之後的話呢 我們把它停止錄製 所以 開發人員 停止錄製 OK 好 再來的話一樣 找到 劇集裡面 有沒有叫 樞紐圖底線 按編輯 跳出來了 那一樣 我們就是先把註解這個先拿掉 那你可以看到剛剛是多一行 這個 Range B8.3 這行我剛剛講過 這個是多的 Delete 掉就好 所以 第一個一樣加註解 這個 第一個是 插入 那個什麼 樞紐分析圖 所以這邊是 等於是 這個 那 我前面講過 兩行 這兩行其實是樞紐分析圖 只有兩行 OK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插入一個圖 原來這麼簡單 就兩行搞定 那 需要 改這兩行的 第一行 我講過 就add char2後面 這個251跟 Xlπ 這個應該是 指的就是 圓形圖 那我們 需要在這個後面加上 四個參數 豆點 還記得吧 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按F1 然後 它會跳 add char2 到底是指的是什麼 裡面的話 就是要加 這兩個參數 就是我們的圖 圖的形態 這四個的話 就是它的 座標 Lab跟Tub 就是左邊那邊 其實這個Lab跟Tub 指的是 左上角的那條線在哪裡 左上角 OK 然後 width 就寬 HIGH 就高 這個其實我們沒有用到 不過 跟各位講 如果你的版本 是2010 包含以前的 Doja Add Char 可能 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其實 方法很接近 如果你實在 跟我不一樣 沒關係 按F1 也可以查到那個參數 怎麼改 那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就加這四個參數進去就可以 前面好像講過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甚至你可以拿那個 就是上個禮拜的那個 這個來改 有沒有 那個 樞紐圖吧 上個禮拜不是有樞紐圖的那個 那個 那個程式 直接拿來 改 我大概加了哪 加了 這個是 折線圖 然後折線圖後面我加了 第一個是 第二的Lat 豆點第二個是 第二的Tub 第三個是 第二的寬度乘上10 第四個是 第二儲存格的高度乘上20 就是 10 藍寬 20 列高 其實 我們要補的就補這個 所以你甚至可以怎麼樣 把它拿來複製 把它底線這樣 Ctrl C 從豆點一直到 乘上20 Ctrl V 就直接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就可以了 直接貼到那個 這個後面 這樣我們就要解決了 所以以後啦 如果假設你懶得再重打 拿前面來用就OK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的那個資料來源 就是各區比例圖裡面的那個範圍 指的就是 我們的這個書頂分析表 這應該沒問題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加上那個 應該是什麼 圖縮文字 所以這第二個 增加圖縮文字 這個後面再補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呢 底下這個地方 也是兩行 然後第三個這個應該是什麼 炸開 有沒有 所以呢 這邊有Explosion 25 Explosion的話 其實顧名思義嘛 就是炸開的意思 就是 把中山區炸開 炸開哪一個 這邊有個Point 11 所以喔 中山區 在那個圖裡面 指的就是叫Point 1 它先Select 然後再Selection 把它Explosion 所以這邊的話 第三個就炸開 然後第四的話 就是調整標題 有沒有 所以底下你可以看到 這個叫Char Title 點Select 就是 我是把那個Char Title 就指的是圖表標題 Select的話呢 就點它一下 然後我就輸入一個名稱 有沒有 然後再設定它的相關的那個 顏色 這個應該紅色字 然後 底下的話呢 就是 加上初體 初體應該是一個吧 那Size 20個 這個 是這一個 所以 最後的話 刪除圖例 所以第五個 是這個 好 那 當然我們最後 已經OK了 那Run Run看好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Chill的這個 這個圖先 解釋掉 那我們來Run一下 如果OK的話 那表示這樣應該沒問題 把它執行一下 欸 有了 出現了 那沒錯 我再Delete一下 再執行看看 欸 沒有問題 好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呢 那我們就等於增加一個個區比例圖的 第二個 等於是第三個按鈕 所以我們把這個個區比例圖再增加一個按鈕出來 所以 最後呢 要整合 樞紐分析表 底線區 跟樞紐表圖 這兩個把它整合 所以我這裡底下再增加一個SUB 這個SUB名稱呢 叫 各區比例圖 ENTER 然後我用Core的方式 所以這邊的話 我是 先Core哪一個 Core上面那一個 這個叫樞紐表 底線區這個 所以我習慣是把它複製 然後 再Core下一個是圖 所以Core後面空格 然後貼上 ENTER 然後下面這個 其實 我看直接複製這個來改比較快 貼上 這邊 樞紐 樞紐表 再樞紐圖 OK 底線區 好 那這樣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 各區比例圖的工具表刪掉 重新跑跑看好了 然後就直接 呼叫哪一個 呼叫這個SUB就可以了 它等於是先做樞紐表 再做樞紐圖 來試試看好了 剛剛它跑得蠻快的 我先射中段點一下 停一下 好 所以執行這個 它會先跳樞紐表 然後就 先Add一個新的 然後產生 那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再產生值 再產生列 然後再排序 有了 OK 然後它會跳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畫圖的 畫圖就是 先圓形圖 先出來 然後再把什麼呢 把那個 這個Label 這個應該是 標籤加上去 OK 圖書文字就有了 所以這兩行是圖書文字 那再把中山區炸開 所以點一下中山區 把它炸開 有沒有 Expulsion 25 那你說 老師那一定要25 沒有啦 你看你如果要 往外一點 數字大一點 往內一點的話 不用那麼大 就小一點 這個可以自己再調整 然後再變更它的圖表 名稱 叫各區比例圖 然後再顏色變更一下 再把它的出體字 然後並且 Size變20 然後把圖力拿掉 圖力 看它圖力有沒有 這邊有圖力 把這個圖力拿掉 所以先選圖力 然後圖力刪除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所謂的那個各區比例圖 當然你說最後 當然也是希望說 能夠在這邊加一個按鈕 所以第三個按鈕 就是各區比例圖 所以我拿這個複字貼過來改 按右鍵重新指定 它叫各區比例圖 然後把這個各區比例圖 的名稱 改一下 各區比例圖 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試按 不過按之前一定要刪掉就的 先把它刪掉 按下它 那 中文也拿掉 因為它 一氣呵成 誒 有沒有 各區比例圖 有 表 有圖 OK 所以如果還要再按一下的話 一樣把舊的刪掉 再按一下 應該就沒問題了 這樣就OK了 那 歷年折現圖 按一下 這邊就有了 那如果它重RUN的話 那就是刪掉舊的 所以 第二個圖就OK了 第三個喔 其實道理一樣 再來是什麼 入接到 前十名 還記得吧 這個是我們上上禮拜 做的動作 那只是說 我們要把之前人工很多很多的動作 變成一個按鈕 按下去 自動幫我把那個表做出來 把圖放上去 有沒有 所以 動作啦 你會發現跟前面蠻像的 還是一樣 但你說老師 那我錄續集錄這麼多個 我發現他們好像很多都長一樣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要錄的 我自己拿來改 當然可以啊 但如果你功力要夠啊 如果你功力不夠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你們其實如果有時間的話 把那個歷年 折線圖 跟那個 各區比例圖 比較一下 你會發現 他的那樞紐分析表 長得很像耶 有沒有 前面都 然後這個都一樣耶 有沒有 然後 這個好像裡面 有一些地方不太一樣耶 那是不是改一改之後就可以展 對啦 其實是真的可以 因為他有些地方參數不同 其他內容都一樣 那只是說 如果你想要更精進的話 那就是需要把 到底他裡面不一樣的地方 把它找出來 那以後甚至連錄製這個部分 你都可以跳過 OK 可是 當然要看個人功力 如果你功力不夠的話 你當然還是從錄製開始吧 OK 那沒辦法 你 有點像是你要升等級的時候 你的那個經驗值不夠 還有你的 怎麼講 各方面能力不夠 那變成你就是要先把這些熟悉 需要一點時間的 不然的話 恐怕連分析表 要怎樣變VBA 你都會有困難 我講過 這些東西其實坊間書籍 你還不見得可以查到你要的東西 有些東西 為什麼我知道 為什麼我要怎麼錄製 其實很多都是我自己試出來的 OK 比如說你說 老師為什麼你知道 要先拖 再拖列 因為我試了100次之後 我終於發現 原來是這個地方有問題 好像是他裡面故意弄一個BUG OK 我不知道 反正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這樣就可以過了 但我目前沒答案 也沒有人告訴我 我不知道問誰 也沒有人可以問 網路上也找不到答案 好啦 反正先跟你們講 但如果你們之後有答案 你可以告訴我一下 我會蠻感謝你們 因為我實在也找不到 其他的話 有些細節 可能我自己也 比如說哪些程式 為什麼可以刪掉 因為我會看裡面的 相關的參數 有沒有 那當然我會花一點時間 按鈕不按 我會把裡面的官方說明 稍微看一下 那如果有些地方不夠的話 我還要再Google一下 然後看一下 反正就是花很多時間 甚至是找坊間書籍來看 這地方有沒有 我可以找到資料 所以我其實還蠻常逛書店的 只要書店上面 架上有什麼新冊 一些書 我大概都應該翻閱過了 不見得說一定是非常 其實有些也不用非常熟悉 因為他寫的不好 我幹嘛看他 寫的可能沒有我原來的方法更好 那我幹嘛 看的反而會增加我的麻煩 像有一些書裡面 會用什麼R1C1那種 跟你介紹R1C1怎麼做 但問題那個很難用啊 我都跳過去就好了 我根本連看都不想看 因為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可以用 我幹嘛還要用一個 比較不好的方法 所以方法很多 你要取捨 所以最後找出一個方法 是你覺得最好理解 最直覺的 然後又程式又最簡單 又不用出錯 那就是好方法 程式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太多種可能性 每一種方法都可以寫出程式來 這是最麻煩的地方 所以每一個人寫出來的結果 也都不一樣 這才是最麻煩的地方 所以也就是說 我覺得啦 程式沒有什麼的標準答案 所以十個公司寫有十種寫作的方法 那你不能說哪個對哪個錯 最重要是說你要有自己 到底你想要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比如說我啦 我寫程式 我自己給我自己的這個程式風格大概 第一個 程式越簡單越好 就是越少越好 第二個 程式越好理解越好 因為都是我可以理解 我不用特別去背 所以我寫出來 就是我有我自己的風格在裡面 我就寫出這樣 就是我想要的 那我一看我就知道 這是我寫的 如果別人寫的 別人又有別人的風格 有的人就很奇怪 就經常想要寫的很複雜 寫的很雕磚 寫的很 很怎麼樣 反正就是說會很繞 或者說很喜歡用物件 反正 那個我沒辦法接受 所以我可能把它改寫成我習慣的寫法 所以這個可能會有一點點 一念而一的地方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然後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待會兒就是要再來看第三個按鈕 所以今天又往前各區 然後再來剩下的 那個是 所以喔 路接到前十名的直條圖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個擊破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是刪除資料以外的資料 因為我們產生這三個嘛 那我們前面都需要什麼 手動去把它刪掉 變成你要這樣刪掉一個 然後還要刪掉第二個 那如果有一三個變成你要刪三個 那很麻煩嘛 所以最好有個按鈕 幫我按一下 留下資料其他不要 這樣更方便 這樣更方便 這一個貼心的一個小按鈕 那問題怎麼寫 OK 這個可能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所以今天至少 我們會把這五個按鈕把它寫出來 OK OK 有個目標啦 我是建議喔 回去的話有時間喔 你們自己就是 最好可以開一個空白的Excel 然後呢 可以的話就自己把它從頭再寫過一遍 如果你都可以寫得出來 那當然表示說你是學會的 如果你假設開了工作部之後的話 就開始發呆的話 那表示說你應該很多地方還是沒辦法理解 OK 那就是可能還是需要再把前面的複習一下 應該不至於發呆但至少你不熟啦 所以像這種東西熟跟不熟還是差距蠻大的 可以盡量熟悉它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第四個按鈕